哈囉大家好,我是ティファニー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日文裡面的合字英文 也就是ワセゴ 很多人可能都會覺得日本人的英文發音就是有一點奇怪 但是其實就是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從很久很久以前這些外來語就進到他們語言裡面 所以他們現在在講話的時候 其實不會意識到自己在講英文 很自然的覺得自己講的就是日文 就有點像是我們中文裡面在講麥當勞的時候 並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外國的字一樣 但是今天要介紹的ワセゴ 並不是單純的外來語 而是它因為在日文裡面太久了 它現在的用法已經跟真正的英文的用法已經不一樣了 那這些字在英文跟日文裡面的意思 到底是個是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的英文真的是一點公信力都沒有 我們請到一位非常專業的英文小老師 來幫我們做一個講解 登登 大家好,我是Michael 英文一開罐的Michael 然後跟我一樣都是政大 學姐好 少來 我跟你講,Michael畢業多年 我在Michael的頻道 英文一開罐那邊也有做一支影片 然後大家可以去看我們做了一個很有趣的遊戲 而且還有冒險 輸的還有懲罰 要看影片的話 請點這裡的資訊卡 到底是誰輸了呢 那下面的那個更多資訊欄裡面 我也有放連結哦 接下來的所有字呢 都是Michael會先跟大家講說這個字在英文裡面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我會再跟大家說這個字在日文裡面變成了什麼意思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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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女人沒有薪水嘛 好 那其實現在 日本現在其實很多字也流到歐美 所以大家其實也都知道 Solary Man應該就是 遊領階級那種白領階級的意思 那白領階級呢 坐在辦公室裡辦公的最簡單的就會叫做 Office Walker 那如果你要說白領 領子叫做Color 所以白領就叫做 White Collar 藍領就叫做 Blue Collar 所以是沒有分男女 沒有分男女 你只有分什麼零而已 哦 因為在 好 在日文裡面呢 Solary Man這個字就是講上班族的男生 但是因為它有一個Mon Man的字 所以大概就是講男生 那女生的話我們會講說 OL OL Office Lady 有這個字嗎 OL有聽過某種片名很多 所以英文裡面是有這個字的嗎 英文裡也不會這樣講 但是就大家台灣都已經很熟這個字了嘛 對啊 男生朋友都很熟 關鍵字的啊 OL會也會出現什麼呢 Front Front Do あの すみません Where is the front of the hotel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e are at the front of the hotel See The door We are here We are at the front of the hotel 那Front其實在英文裡面就是在什麼東西的前面 或者也可以叫做 in front of 在日文裡面呢 它跟這個是完全不一樣 它是 front door 是櫃台的意思 其實也沒有那麼不一樣 因為英文裡面的櫃台可以叫做 front desk 就是在前面的桌子就是櫃台 所以只是把那個 desk省略掉而已 如果真的就是通常的外國人想要講櫃台的時候會講什麼 除了 front desk以外還有一個很常見的叫做 reception desk 就是接待台這樣子 Cooler Cooler There's a problem in my room The cooler doesn't work Just because I'm cooler than you Doesn't mean your room have a problem OK 那酷本身是形容詞嘛 就是寒冷的或是很酷的 那加上er就會變成比較極 所以就是cooler有比較酷的意思 那除此之外呢 cooler其實在外國裡面 會當成小冰箱 就是你可以把那種酒啊飲料啊然後帶去郊遊那種 是喔 對小的小的大台的我們就會叫做 fridge refrigerator 這個我知道 那在日文裡面呢 cooler 它已經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意思 它變成了冷氣的意思 冷氣 所以也不是冰箱喔 對完全不一樣 它就是真的的冷氣 所以我剛剛的例句裡面其實想要說我的冷氣壞掉了 在英文裡面冷氣我們叫做 air conditioner 或是簡稱 air con 那呢暖氣就叫做 heater 暖氣叫heater其實冷氣叫cooler 感覺這樣也挺有道理的是不是 對不對 是沒錯 concent concent I'm sorry I need a consent a consent the consent that I'm cooler than you 那 consent在英文裡面它可以當動詞也可以當名詞 那它的意思都叫做同意 所以你同意我比較酷的嗎 cooler than you 一字完全不一樣耶 你知道我講的concent 是日文裡面的插座的意思 插座 插座在英文裡超級簡單 叫做 plug plug 那plug其實現在很流行用這個語喔 plug根本是指要頭 就是提供那種毒品的人 但現在呢如果你喜歡球鞋的人 sneakerhead 鞋頭也可以叫做plug 反正就是那個貨源我們都會重稱叫做plug 插頭 concent 插座 Jet coaster Jet coaster Can you tell me the directions to Disneyland I can't wait to ride a jet coaster OK If you wanna ride in a jet You should go to the airport 好那Jet coaster在英文裡是沒有這個字的 那它分開來看呢 Jet就是噴射機的意思 那外國有很多有錢人 他們有錢的指標其實就是有自己的私人飛機 叫做有錢 像郭台銘就有幾架嘛 那私人飛機在英文裡面就叫做 private jet 私人飛機 private jet 那我剛剛講的Jet coaster呢 它是在日文裡面的雲霄飛車的意思 那英文的雲霄飛車就叫做 roller coaster 那不管是哪種遊樂設施 雲霄飛車旋轉木馬 我們英文的動詞固定都是搭配用 ride 所以 ride a roller coaster 或者是 take a ride 你知道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字的時候 我就想說日本真的是用噴射機來形容雲霄飛車有夠誇張的 結果後來發現我們自己講雲霄飛車這四個字也是很浮誇的 Disney is under construction 神七七 Dikula and only one concent I want to make a claim What claim? You will never come to Tokyo again Or you want to marry an ATM instead of a salaryman 那claim在英文裡面其實是主張的意思 它同時是名詞也是動詞 claim呢它是在日文裡面的抱怨的意思 那抱怨其實在英文的動詞叫做 complaint 那名詞叫做 complaint 那還有一個蠻好玩的東西你可以記得 就是我們在正式提出抱怨的時候 搭配的動詞是用 file file a complaint 提出一個申訴一個抱怨 學到新知識 file 檔案的那個 file也可以當動詞 好那這就是我們今天幫大家介紹的六個 哇塞欸欸咕 那是不是真的一直都差很多呢 那其實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字 它其實還是跟英文的意思不一樣 只是我們今天可能沒有辦法介紹到 那如果大家有想到什麼字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想要這支影片 記得要幫我們按一個讚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講日文的台灣女生 還要訂閱英文藝開掛 對那我們就是有那個在英文藝開掛合拍的一支影片 在這邊左上角可以點過去看 或者是下面的更多資訊 有大冒險喔 記得一定要來看 到底是誰說的呢 如果你想要追蹤我的IG或Instagram的話 可以用講日文的台灣女生搜尋到我 那我們就這樣囉 下回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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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睪視 and only one concept I wanna make Concent不是你可以念日文 Dicula and only one concept I wanna make a claim 你逼死我